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院长 怎么能让身份不明的人随意接触病人呢 抱歉抱歉啊 我也是想让老太太快再好起来 另外 我想见见您说的这位林先生 来参加锦绣的在这签字 啊 都怪那个旅课长害得我差点迟到 想拿个这还真是不容易啊 那个可恶的臭小子 以后别再让我遇到你 李方 钱主任 您怎么来了 今天是不是有一批新来的进修学员呢 是是是 其中有没有一个叫林浩的 稍等啊 我给您看看 有了 竟 竟然是他 怎么 你认识啊 不不不不 只是看他长得有点特色而已 最近医院太平间缺人手 你把他安排到那里去吧 这种没有背景的香脉佬最听话了 这是你的餐 多谢 真不愧这大医院吃饭的人都这么多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等等 先把饭咽下去再说 别噎住了 没想到你还真是医生啊 怎么 你怀疑我在地铁上是骗你的 谁啊 我就随口一说 你这么激动干嘛 话说 你早上救了人 怎么那么快就走了 我们急诊课上午都在议论你的手法高超呢 救护车都来了 我还留在那里干嘛 对了 你怎么来我们医院了 他们病啊 不 我是来参加医师资格进修的 大姐 你发什么神经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吃了一惊而已 我来参加进修 你就这么大惊小怪 因为以你的医术 当主人医师都绰绰有余啊 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你自己吃吧 我先走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零号 要是能分到我们急救课进修就好了 要不要先去跟医务课打个招呼呢 奇怪 为什么别人都分配到了具体课室 却没有我的名字 你 我也没有 这屏幕是不是坏了 显示不全 元二宝 零号 你们的分配单在这里 啊 为什么没有显示在屏幕上啊 这个嘛 因为你们的分配比较特殊 特殊 什么 太平间 医务科 医务科在哪里 居然把来进修的人分配到太平间 太过分了 就是那些 医务科科长是谁 给我出来 啊 什么情况 啊 难道是医务 听说进修人员的科室分配是你们负责的 我就想来问个清楚 是我们负责的不假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帮助谈不上 就是想知道凭什么都是来进修的 我们两个却被分到了太平间 太平间 怎么会有这种事 小吕 这次是谁分配的人员 是 是我 那就由你来跟他们解释吧 啊 原来是你啊 怪不得 任何岗位在医院都是必不可少的 你们有什么不服气 而且你们本身就是来进修的 无论院方做出怎样的安排 都要无条件服从 如果不想去 那就滚蛋吧 从哪来回哪去 你 你这家伙 是 谁 谁在何族去 报名票 雷浩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就不参加这次进修了 什么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心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灰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放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证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正面高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五公在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周四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神医来看 请不吝点赏 您